來到第五節 升旗易得到 大家記得幫我們按like 廣告 剛才 這個節目是講道理的 不是講意識形態的 你一定要用真相告訴別人 我不會跟你說 你是哪邊的 然後就決定了你以後講的話 那就不要做了 這樣就不要聽的 你只講一邊是沒有意思的 你只講一邊是沒有意思的 你是騙人的 我們是告訴別人 做人就不要那麼容易被人騙 現在問題是為甚麼我們經常踢爆泛民那些不堪的東西呢 就是因為你經常騙人 包括《蘋果日報》 包括你那些傳媒 基本上全部都是騙人 為了做你的新聞 而全部講一些假的東西出來 剪頭剪尾 只是剪一些壞東西出來 你老實說是令人有很多誤導的 為甚麼這次我們要拿一篇中大副教授出來批評呢 因為他寫的東西 嚴格來說 是 一篇 第一 很多裏面有自相矛盾的項目 第二 是 怎麼說呢 好像完全不懂經濟那樣的說話 令人害怕 你被人覺得不是盲武啊 這個不出奇 他正正在玩意識形態嘛 因為他打算有很多人支持你嘛 你反對明的大宇嘛 寫一篇文出來 因為他有一個問題呢 這個人似乎不是太過在經濟方面不太熟 他只是一個盲武啊 他似乎是呢 因為他本身是公共政策嘛 所謂的profit and social amine那一類 所以他未必那麼熟 因為呢 在經濟來說 最簡單的經濟學生產 四個元素是甚麼呢 Land Labor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我差點忘記了 有Land的嘛 Land其實就是天然之源的嘛 正正因為他是這樣的教授 我期待他寫一篇文 是很有內涵的 但我看完 嚇一嚇一嚇 你像在網上隨便抄文章 把他拼成一碟 全部都是自相矛盾的 我看Facebook的文章差不多 你還有一個明報 我覺得你到底有沒有編輯 有沒有人把關的 這樣的明報都登出來 真的呀 老實說 你公信利已經是第七了 編文跟上次講完取消換人民幣的一樣 水平的一樣 垃圾得不得了 明報新聞變成本土新聞 真是壞了 好了 我們再說回深入一點 最近就是 為甚麼我們講這個 現在很多人反對 你反對這件事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講出來的理由 大家可以覺得有討論價值 當你像是長毛一樣 不是打架球的 大家沒有討論價值 他常常都說是打架球的 因為他輸了嘛 他買錯那一隊的就說是打架球的嘛 你看看他輸完上訴都說你的法官有些吉士啦 什麼意思呢 那句話就是你說法官被搞定了嘛 那個法官沒有吉士而已 因為你就審之前說 你不要輸完才說嘛 其實你知道結果的 我們早就告訴你結果的啦 你自己不相信 是不是 這些人就好像賭鬼 去澳門賭 我們就叫你不要賭的啦 你怎麼知道 我一早就告訴你 你會輸了錢的 你又不相信 輸完出來 這家賭場騙人的 這有甚麼意思呢 一早就跟你說了啦 我們回到明日大嶼的問題 從經濟角度分析 明日大嶼 是一定是賺大錢的 因為他的成本 絕對不會比你棕地 因為我們說了嘛 現在外面的人只是說棕地的那個土地很便宜的 當然啦 幾百元車 地方是荒山野靚來的嘛 連路也沒有 我想大家去看看 新界的那些丁屋 有些丁屋是很便宜的 100萬不用的 因為沒有馬路進去嘛 所以你經常是要交陀地的 我們最簡單的就是 那裏就叫城壁村啦 那裏有屋的 但是沒有路進去的 幾乎船也沒有的 船一個小時 一班去長洲 還是半個小時 所有地方就是不值錢啦 他只是長洲而已 沒去中環的 長洲要再駁船出來 所以你這個配套不行的地方 是不會值錢的 剛才 裡面的教授特意說的 是誤導大家的 而且誤導得來 是挺好笑的 因為我們 經常都說 每個地方的土地都值錢 即使戈蘭高地 約旦河西岸 加薩地帶 這些地方的土地都值錢的 如果不是以色列不會打夠罪利亞 搶救了戈蘭高地 西內半島 那些地方還有猶太人殖民 為什麼 因為土地值錢嘛 我一定要搶 你想想 連加薩地帶天天死人 那些土地都要搶 一句話已經KO了你了 這個教授 你那篇文章 第一個標題已經被人KO了 土地 絕對等於財富 是不是 所以他連這個標題都告訴大家 他意思是說 有錢是一定不會快樂的 你說出來一定會很快樂的 問題是你每一輩子都會快樂的 是不是 我們 我們 再討論一下 這個明日大嶼 有什麼壞處 其實是有壞處 不是沒有壞處 有很多壞處 不過我是告訴你 外面那些傻子 反對他的理由 是太過可笑 你不可以用一些 立論的野心太大了 你想一篇一千字的文章反駁土地的所有價值 你真是太貪心了 一千字的文章反駁土地的 你舉些例子 完全是對不到題 一千字是很少的 剛剛敘利亞 他不知道是一千字的文章 所以你是一個標題黨 但是你是一個教授 你不是在做網台 你不是在做我們節目第六節 你做我們節目第六節就有你了 剛剛敘利亞政府出了聲 昨天抗議這個 特朗普承認 以色列的 哥蘭高地 哥蘭高地是以色列在敘利亞手上搶回來的 連敘利亞政府也因為的土地而出聲 一篇 一個新聞已經關掉了你的教授 我們再說 香港 那些土地哪個地方很值錢 每個值錢的土地 都是有東西配合的 有這些配套 政府機構的進駐 金融機構的進駐 當你的地方 又有政府機構 又有金融機構 所有那些 重要的 機構都在你那裏 設立辦事處 進駐的時候 你的地方自然會成為 一個 旺地 以及一個值錢的土地 因為 所有人都要來你那裏 是必須的 但是 你一定要有一條路去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村屋 現在還有一些百多萬的村屋 在新界 問題就是 沒有一條路入村的 你選擇隱居是差不多的 你要經過別人的土地 每個月還要給這個買路錢 每個月要給的 很多地是landlock的 你給附近 都是其他人擁有的私人土地 包圍著你那塊地 理論上 你是有權去使用的 因為你不可以 沒有路過是不行的 但是問題是 你講路權法的問題 但是實際操作 大家都知道 這些元朗 鄉村地帶是甚麼人 說事 也不用再說了 沒錯 也不是政府說事 當年蔡元村 在法叔那裏 是密地重建的 他不是說幫我找到地 那個地就是沒有路出來的 每次要給買路錢的 他們吵了很久 如果不是哪有那麼便宜賣給你 當然是沒有路走出來 才有那麼便宜土地 你可不可以 一個地方又方便 四通八道會那麼便宜賣給你 不會的嘛 這個就是土地問題 為什麼689不請你做顧問呢 他請我也可能要考慮一下 因為 現在那些人就是拿棕地出來說 說政府浪費錢 你知不知道搞棕地 更浪費錢 你要計算一下每一個棕地 你要發展多少成本 特意駁那條線 電話寬頻 水 還有污水渠 在地上要做多少事 才可以樓上建屋 還有附近的配套 公共設施 胡老院 學校 託兒所 福利設施 所以不是說你找到地 那些地就可以建屋 這個問題 當年 屌梁振英 到現在自己拿著梁振英那些糕糕東西出來 就罵政府 這樣 你就會覺得你們很流 現在外面的傳媒 全部都是說一套 沒有人理性的分析 實際的環境 是不是 但是 我們也要講開一點點 那個土地問題 現在 美國 好像說今年就不再加息了 出現一個倒掛情況 就是一來 的國庫券 息率更高於10厘的國庫券 高很少 2.46對2.48 差0.02 這個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大部分人看不上未來的前景 是美國的 對於長期債不想持續 想持續 他們不斷去買 他不斷吸入10年的長期債 令到利息更低於一年 他們覺得 他們願意 接受低的利息也要買10年 覺得這10年也不穩定 我寧願 那些錢買10年的 長期國債也不只一年 意思是意味著什麼呢 那些人看不上未來的幾年的前景 覺得我的錢鎖在10年 這個問題 也是因為 美國 美國呢 早兩年我們警告過他 加息是害全世界的 現在害人中害己 搞到美國開始出現衰退即將 歐洲未好過 都未好過就被你美國佬說要加息害了 現在歐洲又開始出現衰退了 那麼你想想 貿易戰怎麼打下去 你自己也不敢 你現在火燒後嵐 自己後嵐都著了火 我們說明日大禹 對香港有什麼壞處呢 壞處就是 接下來的1,700公頃 即使 只有30% 會起樓 那500公頃 都不是香港人打樁的土地 因為 香港那個 我們說過很多年 中資地產商在香港 一直都插不到旗 原因就是他們還未掌握到香港的玩法 這個名日大禹 很大機會就是將來是由他們拿樁 包括將來建金融中心 建五星酒店 建定級豪宅 都可能 是由 內地的中資的 房地產商 又或者有紅色資本的房地產商 拿樁 因為中環你拿不到樁嘛 中環有置地 郊野廣場 好像九龍 資金全面握壯的一個經濟特區 是特區中的特區 所以呢 是無法利益香港人的 預告定 預測啦 甚至乎將來那裏的價錢 一拿出來就要買你10萬元 不是香港人買的 將來大家未必有機會去明日大禹 我想說 只是蓋好出來的 錢庫房賺多多錢 但是那裏未必是香港人去的地方 因為 可能是大陸最頂級的富豪 因為你次一級的富豪 可能都沒有資格買 這個 對於香港人 其實是一個很悲哀的東西 原因就是香港 跟大陸成為了一個 大陸的瑞士 最有錢的去那裏 窮的麻煩你去大灣區 過去這10年都已經是向著這一步 他不斷在淘汰香港的貧窮人口 現在政府鼓勵你去大灣區住 我們剛才也說了兩節台灣 你看看台灣 那個情況 到最後也不可以 不說現實 你是不是向他靠攏一件事 市民是不可能無限制地不跟你說現實 你一定要現實的 因為我們要照顧我們 大部分人都是現實的人 我們這些網友是全部真實的個人 不是虛擬的網民 你們是要人 你們是人就要在香港生活 香港將來發生了甚麼變化 一定要說的就是 在這個 改變不了的年代 怎麼生存下去 探討這麼簡單的問題 沒錯 因為 現在很明顯就是 他在幫香港人做了一個大洗血 最有錢的現在變成 中國最有錢的人全部都落在香港 將香港成為中國最有錢的人的 俱樂部 或者是一個好像瑞士那樣的地方 而 比較 香港 在香港已經很難生存 或者賺不到錢 比較窮的人 就趕你們上大灣區 他們可能到時有機會在大灣區買很多東西 你怎樣都要留在這個地方 你還要研究 你要怎樣生活下去 你也要有一個定位 所以說 接下來這個大灣區 千萬不要用經濟的角度去看 用經濟角度去看 你是不能跟他爭辯的 你一定要從你市民的角度去看 因為接下來那個地方 是 不屬於你的 不屬於香港現在普通人 這個跟我剛才說的就是一樣 有沒有經濟學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始終都能益不到你的 經濟效應是一定有的 問題是你那些錢未必能落到你 當然啦 如果你到時 買著那些 例如地鐵 可能將來會繼續升 可能將來會升到二百元三百元股 因為地鐵 將來一定是完善的發展 它全部有份的嘛 怎樣排除也有地鐵份的 你怎樣也可能會買到一些東西的 這個地方如果你到時 可能你選擇明日大魚股 接下來會在那裏有大量投資的 那些股價就會升 我們真的有很多網友問 我未必夠錢移民 去那些很貴的地方 但我也要有一個 自處 在這個世代 不代表他接受這件事的 不代表他政治上 要跟你所有東西妥協 我不反對呀 我順民 不是說那些東西 我要生存 就算我們呢 我們其實是反對的 問題是你反對的 有沒有用呢 對於現實於是無保的嘛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你在香港 如何繼續生存呢 因為這個現實就是現實 你在網上的民情歸網上的民情嘛 讓你怎樣反對也沒有用 現在一定會過硬的 他的地方一定會發展下去了 也不用問就已經過了 也不用問就已經過了 也有人問是不是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的啦 不用過的 他現在說要做的 因為他不用投票 也不用甚麼都不用做 一定夠的嘛 要過也一定夠 所以我們要教會大家 那個焦點 千萬不要放錯 那些人現在放錯了焦點 不斷說他這件事沒有經濟效益呀 浪費錢呀 大白帳呀 賭錢下海 這些都說不通的 全部都是夠說的 讓人覺得你們是夠說的 那麼我們 接下來要探討一下 我想知道他們那些會回去大灣區的人 反對了那麼久會不會坐高鐵 例如譚敏浩 如果你在廣州南站 購買了一層樓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是不是一定堅決不坐高鐵 我想問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要向現實低頭 起了你也要坐的 現在有些人說 高鐵的用量是比他預估少了三分之一嘛 那就好了 不要那麼逼 我們坐車回去 真的要坐車的時候就不要那麼逼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每次都好像冬鐵一樣 逼得慘了 連頭等也會逼 你如果不是第一個站 你在九龍塘也沒有位置上車 頭等也沒有位置坐 你想一下多糟糕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會 詳細探討明日大雨 其實是 為香港人會帶來 尤其是現在一般基層會帶來甚麼禍害 遲些回來再說 拜拜